乌和谈立场转强硬 欧美称只接受乌方取胜结果 有人问 你觉得自己写的文章客观公正吗 既然乌克兰最终会取胜 为何他现在还要参加和谈 这个问题我之前视频中其实回答过的 我一贯奉行有几分证据 说几分话的原则 不敢说是所有人期待的客观公正 至少有最接近事实真相的 我之所以敢这样说 是因为过去20多年写了2000多篇文章 在网络上有广泛传播 可以做最好的印证 乌克兰之所以明知谈判桌上 暂时不可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但仍然参加和谈 一方面是因为面对国际上的和谈压力 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和谈 赢得更多的战争准备时间 当然 最重要的 他们也希望出现奇迹 如果能在谈判桌上拿到他们想要的 就能避免战争带来的人命和财产损失 每当我痛苦的时候 就有一个声音回荡在我心中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刚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樊爱慕他显现的人 这段话总能给我无穷的力量 给我快乐与信心 借用一手如雷灌耳的古诗 来抒发我此刻的心情 势力交怀势力心 思问谁赋念之音 我的文章 真不是写给所有人看的 在跟大家做了这番闲聊交心之后 我来说说俄乌和谈的最新情况 战局最新发展和未来走向 一、和谈最新进展 当地时间4月7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乌克兰 在3月29日伊斯坦布尔会谈立场上大步后退 认为乌克兰并不热衷于通过和谈来结束战争 而是选择了任由华盛顿及其盟友控制 继续对俄罗斯进行敌对行动 拉夫罗夫披露了 在过去24小时的和谈中 乌克兰方面 在原有立场上做了两个 令俄方无法接受的重大改变 一是乌克兰方面提出的 最新协议草案中 没有说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 不适用于克里米亚和它的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 二是原乌方提出的草案中明确 只有在俄罗斯 以及所有安全保障国都同意的情况下 才能在乌克兰境内 举办有外国部队参加的军事演习 而在乌方6日提交的新闻本中 改为有多数安全保障国同意 完全没有提到俄罗斯 我相信拉夫罗夫这回披露的 乌克兰方面的立场改变是真实的 这间接证明了 乌克兰方面在上次土耳其会谈中 确实拿出了足够的诚意 甚至在克里米亚主权回归 和中立国地位问题上 确实做了巨大让步 可惜 当时在完全恢复乌克兰领土 主权和乌克兰提出的 国家安全保障这两大核心问题上 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 更没有签署任何书面协议 在不查事件发生后 乌克兰内外形势发生的根本性的改变 内部反俄情绪高涨 外部军事援助全面升级 尤其是大量进攻性重武器 很快到位 乌克兰方面不再想做出更多的让步 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这也是战场上双方实力 此消彼长带来的必然结果 虽然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 都希望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冲突 但除了乌克兰自己愿意 没人有权要求他们放弃 2014年失去的领土 或者放弃一个主权国家 选择内政外交政策的权利 二 最新战况简介 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月7日表示 乌克兰终将收回全部领土并重建国家 要想早日实现这一目标 就需要更勇敢大胆地聚焦于眼前的战斗 他提醒全国军民和国际盟友 在乌东地区即将进行激烈的血腥战争 他表示 有信心赢得胜利 乌克兰基辅中央政府和交战地区的地方政府 过去24小时持续发布警告 称俄军即将在乌东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 呼吁乌东哈尔科夫 卢干斯克和顿涅茨克居民尽快撤离 上述地区的居民 目前正通过铁路和公路自驾车方式 向乌克兰西部地区撤离 乌克兰方面已经重新控制了基辅 切尔尼戈夫、苏梅三个州与白俄罗斯、俄罗斯的边界 清剿了少数失散隐藏的俄军 首都基辅的公共交通和商店基本恢复营业 乌克兰总统呼吁各国外交使团重回基辅办公 按照乌克兰地图上 由北到东到南的顺序 过去24小时激烈的战斗 主要发生在哈尔科夫东南部 顿巴斯时控线两侧 马尔乌波里市区、赫尔松地区 其中 乌军收复赫尔松州的反击较为顺利 俄军已经放弃了赫尔松西郊 Chornebethk机场作为俄军指挥和后勤大本营 大部分装备已经从该机场撤离 马里乌波尔市区残酷的巷战持续进行中 在俄军猛烈的炮火打击下 越来越多的街区被俄军攻陷 俄军准备对马里乌波尔亚素营的 大本营亚素钢铁厂发动最后攻击 并开始向当地调派大杀器 240毫米口径玉金箱自行返击炮 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口径火炮 马里乌波尔有可能在未来一两周内 被俄军完全占领 俄乌双方均向上述乌东交战地区持续增兵 乌军方公布截至4月7日的 最新俄军战损情况明显增加 包括造成俄军1.9万人死亡的数据触目惊心 不过 俄方3月25日公布的牺牲军人数据 只有1351多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4月7日称 俄罗斯在乌克兰蒙受重大损失 佩斯科夫表示 俄军有重大损失 这对我们来说市场巨大悲剧 他没有说明俄军到底有多少牺牲 美国和北约通过卫星图像 和其他情报资料所做的战场评估 非常接近于乌方公布的战损 我认为乌方公布的俄军战损情况水分不大 乌方在开战之初 公布过几方人员伤亡情况 之后表示在战争结束之前 不再公布军人伤亡数据 避免打击军民士气和泄露军事情报 最有意思的是 乌国防部4月7日宣布 投降乌克兰的俄军士兵经审查后 自愿组建了一个独立的国际军团 为乌克兰而战 该军团名为自由俄罗斯 据报道 目前自愿报名并经审查通过的人数 已经有100多人 其中有乌克兰最需要的飞行员 坦克手和炮兵 三 各方最新反应 一 联合国大会7日投票通过了一项 关于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成员资格的决议 当天的表决结果为93票赞成 24票反对 58票弃权 中国投了反对票 依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章程规定 暂停一个国家的成员国资格 需要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国出席会议 且赞成票要超过反对票的两倍 93比24的悬殊比例 反映了当今世界对这场战争 核不查事件的态度 人权理事会暂停一个成员国资格 是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前所未有 因此相对于之前联大特别会议表决时 仅有5票反对的情况 这次反对票显著增加 二、当地时间4月7日 北约外长会 七国集团外长会和欧盟外长会后 欧美主要国家领导人 和上述组织发言人纷纷表示 在欧乌冲突中 他们唯一能接受的结果 就是乌克兰获胜 西方阵营通过最近的外长会议 确定了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并且同意立即向乌克兰提供 进攻性的重型武器 以及大幅增加军援数量 加快军援速度 三、当地时间7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 美国正在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情报 以便在顿巴斯开展行动 一位国防部高级官员 随后对媒体表示 美国将继续为乌克兰武装部队 提供有用的信息和情报 随着这场战斗 更多地转移到顿巴斯 我们将根据需要调整 信息内容和流量 我之前介绍过 美国已经承诺 向乌克兰提供战术通讯安全系统 直白地说 就是战场情报指挥系统 并正在美国本土和北约基地 对乌军进行培训 这套系统全部部署之后 相当于美军在实时指挥 这场大规模战争 目前美军对乌军的情报支持 需要通过乌克兰统帅部中转 而战术通讯安全系统 则可以将战场情报 作战指令直接分发到 营级以下的战斗分队 四、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 当地时间4月7日说 美国将以超出想象速度 向乌克兰运送空中防御系统 海岸防御系统 远程火炮等重型武器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 准确地透露了这些至关重要的信息 现在从沙利文嘴里公开说出来 相信除了美国总统 没人比他的说法更权威 他说的空中防御系统 不是指独四这样的单兵防空导弹 而是乌军熟悉的S-300系统 以及更先进的中远程车载防空导弹系统 他说的海岸防御系统 就是岸基反舰导弹系统 除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波兰、捷克、波罗地海、罗马尼亚等国家 也已经公开货案中向乌克兰提供这些原先犹豫的重型装备 这将迅速扭转俄乌冲突中的力量对比 5、当地时间4月7日 美国商务部发布临时拒绝令 禁止三家俄罗斯航空公司接收从美国出口的零部件 据负责出口执法的商务部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表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项命令将导致俄罗斯航空公司 基本上无法继续在国际或国内飞行 需要说明的是 尽管俄罗斯有独立的航空工业体系 但许多空中管制设备和国产飞机的关键零部件需要从美国进口 此外 美国这项禁令 影响到所有国家的航空产品对俄出口 因此 估计再过半年左右 俄罗斯大部分飞机将无法起飞 这不是我这个外航人的胡乱猜测 是美国航空专家们的看法 6、欧盟4月7日宣布对俄罗斯的第五轮制裁 批准禁止俄罗斯的煤炭进口 并将对俄罗斯船只关闭欧盟港口 欧盟国家所进口的煤炭有45%来自俄罗斯 进口禁令将于8月初生效 欧盟也扩大了禁止进口的俄罗斯商品清单 包括某些关键原材料和设备 估计每年价值达55亿欧元 制裁方案还包括高达100亿欧元对俄罗斯的出口禁令 冻结了数家俄罗斯银行的资产 此外 跟美国、英国一样 欧盟的制裁名单上增加了200多个名字 包括俄罗斯商业寡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个女儿 这次欧盟外长会议 重申各成员国在2022年底前 大幅减少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 7、欧盟4月7日通过一项议案 将额外为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的武器供应资金 10总金额达到15亿欧元 除了欧盟和北约成员国 7国集团其他国家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 8、4月7日 北约外长扩大会议后的声明表示 北约组织将协调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重型军事装备 北约没有公开可以或准备提供什么装备 但从美国的公开表态来看 应该包含飞机、坦克、装甲车、远程火炮、反舰导弹和无人机等 也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不查事件之前 天天呼吁美国和北约提供弹一直遭到拒绝的重型装备 现在全开了绿灯 泽连斯基最触动西方人心弦的一句话是 为了捍卫欧洲人的自由 给我们需要的武器 仗交给我们来打 泽连斯基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 确实赢得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与信任 正是乌克兰军民的顽强抵抗 换来了今天西方阵营的大力援助 9、当地时间4月7日 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租借法案 这将方便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 就是这个法律生效之后 乌克兰要多少武器给多少 不再需要每次提交国会审批预算了 这个法案尚需提交众议院批准 然后提交总统签署 才能成为美国正式生效的法律 我看到许多人对这个消息已经一炸的 其实美国国会之前批准了一个136亿美元的队伍专项援助 其中军援额度为70亿美元 估计用不完这个军援额度战争就结束了 节、语、一、中国有句俗话 解铃还需细铃人 我真诚希望俄罗斯接受我前天提出的上上之策 尽早主动停火、撤军 以何谈来解决双方纷争 但显然 俄乌冲突不会以我和许多像我一样的局外人士的意志为转移 二、我估计战争还会打下去 大约再过半年时间 乌克兰军队会将俄军驱逐出2月24日战争爆发前的时空线 双方开始坐下来谈判 主要谈俄方如何归还顿巴斯和克里米亚 如果谈不好 乌军会武力收复2014年失限的顿巴斯地区 然后双方再坐下来谈俄方如何归还克里米亚 如果谈不好 乌方会武力收复2014年丢失的克里米亚半岛 整个战争恐怕需要一年左右时间 三、俄罗斯武力肢解乌克兰的可能性为零 像俄罗斯公开威胁的那样 启动核武器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但概率极低 四、战争结束后 乌克兰很可能迅速加入欧盟和北约 同时立即着手国家重建 并获得大量外部援助 10年左右赶上波兰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水平 五、战后相当长时间内 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会完全取消 俄罗斯将变成一个中等收入以下发展中国家 后普京时代 俄罗斯可能发生凤凰涅槃的变化 最终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都会导向西方阵营 这个变化过程会非常缓慢 但一定会发生 六、俄乌战后 国际格局会发生很大变化 过去几十年来的全球化浪潮将发生逆转 世界会分成两大阵营陷入长期冷战 两个阵营的逐步脱钩进程将不可避免